欢迎收看大白话语言 我们是大白话 小白话 还有小包子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 叫做《风神降魔2》 头三七海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吗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发生在江子牙年轻时候的故事 前几天 我刚刚讲过《风神降魔》第一部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自从江子牙消灭了自由大王王之后 现在长得也帅了 下巴就好像打了玻尿酸一样 更加坚挺了 最重要的是啥呢 原始天尊 现在非常的喜欢他 把他当作最有出息的弟子 在这一天 原始天尊发现神仙群中有人不老实 身为神仙不办正事还勾搭妖怪 于是就让江子牙下山看看咋回事 就相当于神仙界的纪检委 查查下面的神仙都干啥玩意里 但可是在查之前 他让江子牙先去舞台山找一个道观老头 因为老头那里有一颗心灯 江子牙吃了之后就可以法力倍增 斩妖除魔手盗起来 本来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在舞台山 江子牙遇见了年少轻狂的二娘神杨简 这两个小伙互相不遂眼就打了起来 杨简现在根本不是人家对手 就算用天眼射咱们江子牙也不行 直接用照妖镜反射 当时杨简就哭了 而且江子牙还趁着机会救了咱们的女主青霞 当然了他现在还不是青霞 只是道观的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妹妹而已 江子牙听道观老头一说 原来杨简是玉帝的大外甥 当时就吓坏了 就把领导亲戚给打了 这不是扯犊子吗 就这样江子牙要去找杨简 赶紧给人家赔医药费 咱们的青霞说啥要跟着江子牙 那就一起呗 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杨简和小弟正在疗伤 一个被黑化的神仙就来到这里 这个黑化的大仙我们叫做美妆大仙 为啥这么叫呢 咱们看看他和手下 那小燕心装 那小眉毛化的多好 一点味合感都没有 是不是 美妆大仙吸走了小弟的真气 然后又吸杨简的真气 要不是半路有人经过 杨简都得死翘翘 不过现在也是半死 天眼已经被废掉 那么刚才是谁经过呢 原来是原始天尊不成才的弟子 申公报 申公报一看美妆大仙很厉害 反正原始天尊也看不上吧 于是就拜了美妆大仙为师 另外一边 当江子牙咱们找到杨简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带回武台山 只能用道观老头的仙人续命 然后江子牙就去问问原始天尊该怎么办 咱们天尊是有办法的 你们去找一个什么什么尺 就相当于导航仪 利用这个导航仪 就可以找到一个好几百岁的白源 用他的眼睛 就可以治好杨简的天眼 江子牙回武台山准备一下 在这期间 还发现青霞是个妹子 让人家换成女装之后 当时眼珠子都直了 你说你作为一个仙家 上一步跟苏打几有点故事也就算了 现在又跟青霞扯断 是不是太扯断了 当然咱们管不着 修行是很寂寞的 我们都懂 时间一转就到了第二天 江子牙带着青霞和杨简一起 寻找导航仪 你说也巧了 在寻找导航仪的时候 遇见了美妆大仙 人家美妆大仙没有直接出面 而是让手下出手 结果就被江子牙一件搞定 都不用第二件 就这样他们得到了导航仪 根据导航仪来到一个破庙 在这里遇见了白云大圣 我估计就是之后的孙悟空 江子牙和青霞一起演个话剧 把大圣整的那是一愣一愣的 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眼睛给了江子牙 原来人家大圣有再生的魔力 想要多少眼珠子都可以 咱们的杨简也治好了天眼 一切都很顺利 可惜啊 美妆大仙现在需要真气 所以必须到陶山七海修炼 要想进入陶山七海就需要杨简的天眼 于是他就找到了杨简 说他妈妈被押在陶山七海 杨简毕竟很年轻 一冲动就跟着美妆大仙 一起去陶山七海 美妆大仙杀死了开手的天兵 杨简用自己的天眼打开了陶山七海 当江子牙他们来的时候 陶山七海已经打开 美妆大仙正在吸取这里的真气 江子牙肯定要阻止啊 可惜现在他根本不是人家美妆大仙的对手 原来美妆大仙期待吸取杨简他妈的真气 但可是杨简也不是对手 青霞更不是人家对手 这可杂正啊 关键时刻白元大胜赶到 和美妆大仙打斗的时候 打开了杨简他妈的封印 后来杨简做了一个梦 梦给老妈跟他说了一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老妈自作自受 天条那是必须遵守的 然后当这帮人都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七海外面 是杨简他妈救了这帮人 而美妆大仙也身受重伤 被自己的徒弟申告报给掌死 一切都结束 江子牙要带着杨简回昆仑山 临走之前青霞想要一件礼物 江子牙就把自己的镜子送给了他 这应该就是大话西游中青霞子侠 手中的照耀镜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只限鸳鸯不谢仙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神仙也不容易啊 连个对象都不能出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么么么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